台中市日前发生了一起彩券行被抢劫的案件 嫌犯密谋犯案 事前勘查了地形十多次 然后拿电击棒抢到两万四千元后逃逸 警方经过两个星期的信心办案 终于寻现在苗里另外一家的运动彩券行逮捕嫌犯 嫌犯持电击棒抢劫 他事前勘查地形十多次 犯案当天甚至先打电话 假借询问运动彩券让翻情况 确认只有一名女店员上班 七点半开门营业 八点他就借故上厕所进入柜台 以电击棒挟持电源抢走两万四千块 哪里受伤 脖子啊 脖子啊 对啊 是被他勒出来是怎么样 电道吧 女店员吓得不敢声张 歹徒趁机逃逸 他转了好几个路口企图避开监视器 但他搭上计程车的过程还是被清楚拍下 警方拿这张照片在他下计程车的地点地毯式访茶 由于嫌犯经常吃饭欠钱不还 恶名昭彰 警方寻线追查到苗栗 研判说嫌犯他有这个牵图习惯 那我们有在苗栗 在当地的几个那个呈行 多面去查绑 看看有没有看过这个人 果然访查到嫌犯经常逗留的一家运动采券行 埋伏两天当场将他逮捕 他正因怯到恐吓案件通缉当中 现在又最佳一等